梁芬 你有失眠吗 呃 应该是说睡不好 想睡的时候没有办法睡 就是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可能就照顾完他们可以蜜一下 然后一个小时又起来又要再继续这样 所以可能三天下来没有睡到八个小时这样 对 就是那个睡眠时间很不够 然后到后就是到第三天 我觉得身体已经有一些警讯出来 就开始耳鸣这样 哦 会哦 真的啦 会哦 听不到声音就只嗚 这样 我觉得那时候就很严重 对 我那个真的很严重 那时候的精神状况应该是比赵哥还差了吧 两次是野狼了 对 对到眼睛 而且我们照顾你们就快崩溃了 两分还是照顾双胎胎两个 对啊 但是没办法睡 对 双 双 双倍的睡眠 你是不是也没睡好 也没睡好 双倍的睡眠被牺牲掉了 对 真的 大翔 我是其实在之前工作 因为我之前在医美工作 然后我们那个老板很夭壮 他客服是24小时可以咨询 所以你连半夜打电话来 我们也要接电话 那我们就真的有很多那种 譬如说酒店刚下班的 或者是很无聊的人 半夜就会打来 然后说我只是要看有没有人接 所以你的睡眠就会去断断续续 断续续 压力很大 然后你又怕没接到电话 因为就被客宿 那那一阵子就是刚开始像玉兔一样 就是开始有那个Kitching mode 对 那开始久了之后 就是一到下午我头就会开始晕 那我就想说会不会得了什么病啊 因为怎么每天都在头晕 然后还去检查 医生才说其实我有地中海平线 所以我的睡眠应该要比一般人来得更长 比如说6到8小时是一般人的睡眠 那我可能就要10到12个小时 身体才有办法 然后压力也要控制 但一直到现在如果就算没睡饱 我下午头都会超晕 我觉得压力要控制 这个根本就屁话啊 对啊 很难欸 所以你现在有睡晚12个钟头吗 没有啊 有小孩怎么可能 真的可能12个小时 12个钟头 不要这样 我有时候可以睡到12个钟头 最好是啦 真的啦 你是喝醉了吧 没有 我真的可以睡到11个钟头 你这么好睡 怎么可能啊 那你前一天有睡吗 对啊 有 可是我觉得我睡觉的一样也是 就是没有品质不好 但因为我睡起来还是觉得很累 没错 但是我是可以睡到11 12个钟头这样睡 睡得久不见得睡得好 对 有些你睡得很深沉 所以有人说 你这个午后有没有 打得躲人 10分钟起来就超薄 因为他真的睡得很扎实 那我想问一下李医师 请问一下身体啊 这个睡眠不足 到底对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 睡觉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有五大功能 第一个是维持我们的自律神经 对 所以说刚刚像梁粉说 他这个睡不好会耳鸣 那是因为我们就自律神经失调了 所以就会有一些头预纳耳鸣的状况 然后再来就是免疫系统 它维持我们免疫系统的恒定 所以呢如果说你是觉得睡不好的话 那真的就很容易感冒 或很容易 有过敏啊 湿疹啊 等等这些都是自体免疫的问题 对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会巩固我们的记忆力 所以赵哥刚刚说 没有睡好的时候 停住了 就会开始恍神 然后忘东忘西 对不对 尤其开车最严重 真的真的 太危险了吧 开车就过去了 干嘛 最不好 健逃真 赵哥开车就过去了 我觉得就是很明显的就是 胶原蛋白会不见的 皮肤变得比较有皱纹 就算你今天不当妈妈 你年纪大也是一样会这样的 在讲语言 我不许你乱说 就是第一次照顾新生儿宝宝 然后我半夜泡奶 我就已经灵魂出窍在挖奶粉 越挖越挖一直挖 你就吃到门了 我也会想